好第二個我們來測一下我們皮膚的鬆弛度 你可以在你的稍微測一點點 好 然後我們可以說我們下巴性的輪廓性的地方對不對 跟你的脖子的連接處的這個地方 輕輕的往旁邊拉 你會發現它拉不太出來 有沒有 我到這邊其實拉不動了 第一個它的皮就比較緊 真的 有一些人 真的 有一些人 趙米哥來一下 來 好大 等一下 好大 太用力了 我刷它一遍 真的 好鬆 我拉不起來 等一下 等一下 沈老師你來拉 你剛剛拉真的很鬆耶 真的 火雞脖子 好像閃蜜蜜喔 沒有 差一點點啦 就是 稍微比較 稍微比較可以拉得出來一點 真的喔 對 做一下測試 就會知道你的膠原蛋白大概在 你的皮膚裡面的含量有沒有因為 可能老化流失到太多 我應該還好吧 不要含這個 你太緊了啦 他摸起來 真的沒問題 給大家 脖子不要用力 不要 脖子不要用力 還好 還好 它簡直都還OK 相當 相當可以 這樣檢查就知道 對 這樣會檢查 真的有效耶你 繼續努力 我要學你 說到膠原蛋白當然有一些是用抹的嘛 那和這個吃的到底效果是不是有差 哪一個比較有效啊 抹的最主要 他們以前去做實驗就發現 因為抹的老實說 蛋白質分子是不小的 所以你要靠皮膚去吸收到 它需要用的地方是比較難的 但是抹的會有一個幫助 他們發現說 如果你塗一些 像膠原蛋白的產品在臉上 它皮膚的 保水度會變好 因為它等於說 在外層幫助你 hold住你的水 但是如果你希望說這樣子 增加你皮膚的Q彈的程度 它相對就比較難 因為它沒有辦法吸收到 那麼真誠的地方去 所以用吃的的方式 吃的方式 曾經有一個醫生跟我說 他看過一篇日本的論文 以前大家都在質疑說 你吃膠原蛋白的粉 結果他到了腸道分解成氨基酸 氨基酸你怎麼知道 他會不會拿去做膠原蛋白 還是做別的東西呢 後來他就說 那個時候他們在日本看到一個研究 他就說他們做一些標記 幫這些東西做標記 做標記之後可以便於追蹤 他到底去哪裡 他這發生真的很妙 雖然說他到了身體裡面 確實會被拆開來 變成氨基酸利用對不對 可是他發現這個標記 真的多數還是會聚集在一些 比如說皮膚啊 這些什麼真皮 這些需要膠原蛋白的地方 所以它還是會有促進的作用 所以吃的 可能在促進膠原蛋白生成的地方 會比抹的效用大一些些 但是市面上這個膠原蛋白 我覺得是琳琅滿目 那是不是有個什麼 可以依循的一個方向 或是怎麼選擇法 我覺得大家剛才在講 就是說因為這幾年 食安問題真的很嚴重 所以第一個可能 比如說他這個產品有沒有定期 有沒有做一些實驗室的檢驗 比較有公信力的實驗室的檢驗 第二個就是我覺得品牌 雖然大家說 有一些品牌很大 但是我覺得品牌的信賴度還是要有 就是可能比較大的品牌比較好 然後接下來就是說 它的成分要很明確 我曾經看過有些那個品牌 你拿起來然後成分就有膠原蛋白 我想說真的只有這個東西嗎 我都很懷疑 所以它的產品裡面 到底有哪些成分要寫得很清楚 比如說你的可能就有什麼 維他命C啊 什麼乳酸菌啊 什麼牛奶鈣啊 什麼維他命 它都有寫 這樣你可能明確 這樣就好 就是成分明確 廠牌夠大 然後它是有做一些安全性的檢測 好 那如果想要抗皺的話 是不是還有什麼方法可以讓效果更加倍呢 對 那你講到抗皺跟抗老 其實是息息相關的嘛 那其實剛剛舒欣姐也有講到 就是吃的膠原蛋白其實就體內 散發出來當然是最快最好的 不過呢現在因為針對保養品來講的話 其實現在有很多保養品 它是促進你皮膚裡面原本的吸收值 跟促進它真身的功率 然後這個是最新的 這個叫做智慧型乳霜 那這個智慧型乳霜呢 它並不是說把膠原蛋白插進去 它是插進去的這個分子呢 因為皮膚裡面其實有很多很多很多的酵素 它插進去的這種酵素呢 它是可以去促進你真病層裡面的膠原蛋白 去補助它生長比較多 然後比較快 然後等於說呢當然第一個保濕度 跟它的那種潤折度也要好 然後呢你保濕度一好的話 你會發現你皮膚的外面的保護層呢 可以伴隨著你皮膚呢 比較不容易老化的問題 這整個臉都可以插進去嗎 對 這整個臉都可以插進去 你要插到脖底都OK嗎 可以啊 跟上 對 OK OK 閃西可以用嗎 不能直接可以靠它了 對 好 那接下來呢 如果我們臉色要紅潤 這也很重要 這也很重要對不對 不能靠粉過日子嘛 是 所以食物食品來看看 就是要選擇 一 紅豆湯 還是第二 紅豆水呢 好 一或二 請選擇 哎呦 一只有兩位 其他選過二 對啊 我平常就很愛煮紅豆湯 對 因為我覺得紅豆 因為紅豆水它只有它的水 而沒有它的顆粒嘛 對 對 我覺得紅豆湯 還是要連紅豆這個實體 一起吃進去 效果比較顯得 效果會比較好 對 那紅豆水來 宇柔 不是 因為你知道紅豆你煮久 然後像我們平常煮紅豆 習慣一定會加什麼 有的沒有的糖啊 是不是 然後它就很甜 粉鹽啊 對 它就很甜 然後我覺得它反而對身體會有負擔 但紅豆水其實 它是那個紅豆 然後我們在煮的時候它還沒有煮爛呢 它喝它那個水而已 然後感覺就是 比較沒有那麼有負擔 然後還可以排水 其實正確答案應該是紅豆湯 紅豆湯啊 因為紅豆水它其實主要還是 它的訴求性比較是利尿啦 你看就是我們以前客戶 我們以前還沒有這個現成的紅豆水 我們以前客戶的做法 它是把紅豆就是烘乾一下 它就是直接泡水喝 那它就很明顯就會看得出來 它的那個角就是 它因為那時候有水腫 可是不是疾病性的水腫 它反正就是莫名其妙水腫 它就是自己泡完以後 你就它真的明顯是有效的 那可是因為紅豆裡頭 它其實本身還有鐵 然後再來這個豆類的東西 我們剛才講過 它都有看老化的成分 因為它有些植物激素 所以那些東西其實都可以幫助我們 這個在瓶血的部分 或臉色紅潤的部分 都是有改善 那當然其實我們廣泛去來看 如果說就鐵質來講 豬肝腸也是可以幫我們臉色紅潤 對 然後再來就是 有一種叫甜酒釀 不知道有沒有吃過 有吃 有些人愛吃 有人不愛吃 但是它這個東西其實 它就是像我們 這個就是外省人的麻油肌 對 因為那個外省人 北方的外省人 他們沒有所謂的這個麻油肌 那它就是一個甜酒釀 也是有酒的成分 也是幫助你的循環 那或者是最簡單的是薑湯 薑湯其實它就可以促進血液循環 也是可以幫助你臉色紅潤 對 臉色紅潤的話 基本上你的皮膚裡面 一定有含水量 所以你可以使用一些 平常的剛剛講到的 按摩的方法 那你也可以選擇 像有一些精油類的產品 這是臉部的油 這是全身都可以用的 這個也是一個比較新的 因為通常就是 以前都是臉的 然後現在它是 連頭髮 臉 身體都可以 一瓶一瓶 對 一瓶一起用 然後還有一點最重要 就是很多人會想說 那我這樣擦了保養品 為什麼皮膚看起來 感覺我的感受 都是吸收不進去的 對 這時候呢 你可以選擇一瓶 像這樣子的產品 這個是在化妝水之前用的 它是化妝水 你看喔 它是這樣子 不過你擦起來的話 完全就變成水分了 它是植物的根萃取的 那為什麼我會 特別介紹這一瓶 因為你擦進去之後呢 它會活化肌體的細胞 那你細胞的代謝率 變得比較好之後呢 你自然而然 你的皮膚看起來 也會比較紅淚 然後你擦上防紅瓶的時候呢 功效也會比較明顯一點點 那那個博姐可以擦嗎 也可以 可以啊 你讓它檢實這樣 也可以啊 你用喝的快一點上一個 我會 我會好好喝膠原蛋白 對 再配合Sam老師的指示 好不好 精油按摩 對 所以要抗皺 要美 健身要好 人家說啊 沒有醜 男女人 只有懶 男女人 好不好 所以大家一起努力 而且只要上我們的FB粉絲團 回答問題有機會 可以獲得精美好禮喔 對 讓大家參加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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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